肿胀的臂膀是常年洗肾插针的结果 年轻时一天喝下石头瓶汽水 让秦维林三十多岁就得了糖尿病 繁星年轻时不爱洗身体 她开始如素 也参与尽上演义 专注投入排练 在舞台上她找到了新的人生路 想到年轻的时候 这么不会想喝这么多甜的东西 就感觉到很忏悔 我发的意愿就是 生生世世跟着慈绩的路走 来世也跟着慈绩走 缓缓举起手臂 这个动作对患有僵直性脊椎炎的李金月 相当吃力 疼痛向电流四串 她却不含苦 激起投入唱精 想借由法会改变自己和丈夫及早的性格 两个人生活是真的很多东西要学习 可能是这一生你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有时在生活中 有时也是很急躁 希望能够自己放慢脚步 因为对自己也是会比较好 对每一个人都好 夫妻俩克服病苦 携手圆满之场水灿大法会 戴爱新闻 郑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